革命呢,就是我们刚才用的这个词来说,当然了,就是人们呢,一旦尝到了自由的这个滋味,他们就会需要更多的,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盒子里的这个小精灵,这个自由的小精灵放出去的话,那么就没有办法把它收回来了,人们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就会需要更多的,就会要求更多的。 那么人们目前已经有一定的政治空间来相互交流,相互交换信息,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这个大空间之下,那么他们会需要,他们会用这个一定的,就是有局限的政治空间来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。 在中国是这样,在全球很多,其他国家也是这样,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,一个转型期,在过去的二、三十年代,但是呢,路漫漫,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, 但是呢,人们就是比任何,以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呢,都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。 所以呢,中国共产党呢,也同时也觉察到这一点,他们也觉察到人们的对自由和权利这个诉求,对他们政权的威胁。 所以,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向前发展的这个过程,我觉得这两位听众的这个观点呢,是非常令人震惊地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们讲得非常好。 那么这就表现出中国的国民的话,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,他们也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这个说法,那么他们对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现状不满意。 你不仅仅要有经济上的这个改革,而且呢,还有政治上的改革,人们应该有表达心无恩的自由和接受的自由,而且政府必须要尊重人们的尊严。 对,我们最近呢,最近几年经常有这样的报道,就是在,你谈到要尊重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种,要有他们的尊严,个人的尊严,要尊重他们的个人的权利。 在这方面呢,经常有这样的报道,就是,比如说,在中国南洋方,广东,还有一些地方,农民的这个,他们的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呢,被这个开发商呢,要占用啊,开发一些项目。 那么这个,农民呢,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,他们以后的这个,生活的途径是什么,怎么样谋生,没有土地以后,他们的,是不是给他们安排了工作,或者是不是给他们的足够的提供一些资金,让他们自己去开分自己的小企业啊,都没有这样的安排,就要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。 所以农民呢,就在土地上,坚持不让开发商呢,来去开发这块土地,不让他们开工,这样就发生了一些这个,动用武力的事件,那么开发商,雇佣了一些,来路不明的人,我们在新闻报道上,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,拿着棍子棒的去,去殴打这些,这个围攻这些农民,还打死了一些人,打伤了还很多人,这种事情并不是一件两件这样的事情。 这就是,这个,在西方国家呢,这样是绝对,是,我们是不太容易看到这样的事情,就是你要是征用土地,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话,那有经过一定的渠道,像这种事情,应该,如果,比如说在美国,一块土地啊,我们为了公共利益,也需要占用的话,政府决定要占用这块土地,修路啊,或者什么,这种这个,怎么样来安排, 当地民众的这种,给他们进行补偿,通过于什么渠道,比如说农民,民众不愿意搬走的话,这种问题一般怎么解决? 当然了,这就是和人权和民主的基本的信条相关的,也就是政府的问责制和法制。 如果政府或是开发商想征地,那么他必须得经过一个程序,一个法定的程序,合法的程序,才来决定他们是不是可以征这块地,然后他们需要做多少的补偿。 那么,你在这个之前呢,你就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来做出判断,那么就如果有一些争端啊,或者是就是说冲突的这些话,需要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来决断。 当然了,就还有一个政府的问责制,如果政府武断,那么违背了人们的权利,然后争了他们的地,然后呢,违反了他们的权利,他们呢,就必须要负责任,要负起责任的。 那么,我的感觉是,那么在这方面的话,中国呢,有很多就是非常尖锐的斗争,那么这就表现出,人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权利的存在,那么他们呢,就是, 正在捍卫自己的权利,那么这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当中,才刚刚涌现出来的。 所以,那么下一步,又应该做的话,就是他们怎样可以组织起来,那么,或是应该以怎样的,就是更有组织的这个形式来进行斗争,那么才能把这个程序持续下去,而不仅仅是这些个别的就是反抗啊,或者是抗议啊等性,但是最终的话,你需要的是一个法治的体制, 那么,比如说富人,政府,还有这些开发商呢,他们呢,都要对自己的就是行为和动作负责,那么在我们国家是一样的,那么在中国也是一样,全世界都一样。 对,像这样的事情确实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力,好,我们再接听一些电话,陕西的袁先生,你好,袁先生,你好,好,请讲。 嗯,现在中国的网络,它是有限度的开放,像,你看,美国的新型战网站,它就可以直接进入了,但是,在中国的网站上,它有些民感问题,它就不能谈,因为有些关键事,它就给你平衡了,那,在老百姓呢,现在有意思,已经意识到了,这个,中国的问题是需要,需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的,但是,中国老百姓呢, 那,从89年,就是,脱杀之间以后,就,存在一种恐惧性的,嗯,很害怕,嗯,要,再,再,再,嗯,游行思维,或者是要求民主的话,再次受到中国政府增加,那,也是需要国际社会,给中国政府施加,施加压力,然后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,嗯,嗯,来,来实现民主吧,那,我还要问嘉宾的一个问题,就是,他们那个,嗯, 嗯,他们的网址,我们,或者是,有,他们有没有中文网站,嗯,可以叫我们在中国大陆老百姓流浪,嗯,好,谢谢吧,好,谢谢袁先生提出问题,袁先生提出这个网站的网址,您这个,这方面您有,可以答复他的问题吗,我们没有中文语言的网站, 但是呢,我们,呃,就是,呃,提供很多这个资金,像很多,呃,组织提供资金,呃,他们呢,都有自己的这个中文网站,那么,我们这儿有叫Berkeley,在伯克利,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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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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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呃 但是我想这最终会失败的,但是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,在60年代,70年代,直到80年代的时候,以前的苏联,波兰,所有的这些。